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抛弃塑胶带就像丢一张使用过的卫生纸一样容易 就养成了大家习惯它的方便 究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消耗多少塑胶用品 BBC报道非政府组织瑞瑟和平 在英国的一项民意调查 来自各地的十万人统计自己一周内日常生活中的塑料足迹 抽样查看其中四个家庭 结果令人吃惊 先来看41岁的朱尔斯 一家四口统计调查当周的塑料垃圾有124件 他说女儿6岁生日的派对袋子和贴纸包的包装最尴尬 以前他一直以为家里使用的塑料不多 所以对于结果感到震惊 朱尔斯是一位艺术家 他发现到一些不省眼的东西是不可回收的 比如披萨包装纸 不过他的孩子对于环保充满热情 而作为消费者他经常很为难 因为要买的用品过度包装了 主动全在制造商 再来看另一位参与活动的71岁的琳达 对统计结果也很吃惊 他也没有想到原来自己平常用了这么多塑料制品 他和丈夫一周内使用了64件塑料制品 其中包括28个咖啡胶囊 夫妻俩都是身杖人士 不能去超市 平常是商家送货上门 因此他无法选择购买散装蔬果 他说塑料真的很讨厌 实在没必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这样包装起来 他觉得这个问题跟制造商 供应商和零售商有关 跟竞争和成本的控制有关 提倡环保还需要在这方面多做努力 再来看一位25岁从事收发工作的哈维尔 参与活动时他正在申请消防员工作 他说一周内产生的70件塑料垃圾中 最令他火大的是黄瓜包装 他希望在商店里看到更多农场直销的本地农产品 这可以减少用于长距离运输货物的过度包装需求 他说超市购物包含许多塑料 让人感到沮丧 不过即使能找到不含塑料的替代品 成本也太高 他说所有东西价格都在上涨 但对环境友好的东西通常比较贵 最后来看27岁的艾米莉 和丈夫一周统计的总数是44件塑料品 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蔬果的包装 艾米莉是商业分析师 她觉得奇怪 为什么苹果或辣椒必须装在塑胶袋里 为什么散装的苹果或辣椒更贵呢 她试过用环保产品替代一次性的塑料用品 但却发现没有塑料包装的蔬果更贵 适合有钱有闲的人才买 她认为超市、制造商、供应商和政府 需要带头想办法减少塑料使用 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告诉BBC的记者 他们已经在限制使用塑料吸管了 并禁止使用塑料棉花棒 政府还推出了塑料瓶押金返还的计划 也就是消费者支付一小笔的押金 归还塑料瓶的时候 店家就会退还押金 英国零售商联盟表示 零售行业正投资容器的再利用 目标是未来五年内 让环保容器成为主流 另外许多超市正与供应商合作 设法消除或减少 有问题或不必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 但这些一次性的塑胶用品 都是厂商的责任吗 食品科学网站实力刊登的文章指出 英国大型超市冰岛食品认为 这是每个人的责任 虽然新进的创新技术 是一种解决产品过度包装的方式 但消费者也必须改变消费习惯与心态 新闻光别提供您观点思考